这一集是 PART 2 如果 你还没有看上一集的话呢 你现在就立刻关掉这个影片 然后先去看第一集 再回来看这个 PART 2 嘴巴有点干 上一集 骗太多人了 我要做什么就 不用再解释了咯 直接进入重点 首先我现在先打给 布莱绅Bryson 6 你应该放学了8 这个时间段 他应该在睡午觉吧 4点半放学回来 真的是在睡午觉我觉得 HELLO The person you called is unavailable Please u message Oftality 这样我先call 打铃先 Oh yeah Yo what's up 很久没有call他了 Yo Yo Long time no see OK我现在有一个广告 是台湾的旅游公司 他是一个旅游节目 其实他找我 那他要我另外再找多 另外三个YouTuber 流行节目啊 他是要讲咧 他是需要我们过去台湾 他们会有一个节目组 就是拍摄组 他会拍我们在台湾吃喝玩乐整个过程 哦 然后你有去吗 我有去我有去 我忘了 可以啊 真的吗 还是你配我 没有真的真的 OK 可以 几月几号 他是在6月16号 他需要我们过去4天3夜 他会包我们的住宿还有飞机票 他是 他开30千给我 所以我们 我现在找了你还有大生吗 所以30千我们三个人分咯 就一人10千 可以 OK 对 还有其中一个环节是 我们需要在台湾那边做一些很 做一些丢脸的事情 哦 可以 就是去鞋上做一点丢脸的事情 但是 但是不不普通咯 他是讲 可能比如讲 穿比基尼穿 穿泳裤 在那边逛士林夜市这样子 哦 OK 可以 哦 还要介绍他们的YouTube频道 然后他们的YouTube频道名字 你等一下可以去搜索啦 啊 他们名字是阿圆 阿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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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pray了啊 啊 我就知道 哈哈哈 你还听到这样久 你是越听越觉得真 我pray你第二次了哦 这次 我pray你第二次了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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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在拍video 这个拍video要上了 哦 好了好了 对 OK 拜拜 下一K要找哦 拜拜 可以 拜拜 next ybb 杨宝 背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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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得空讲电话吗 我现在方便讲电话 方便哦 诶我刚接一个job 他是台湾旅游公司 台湾旅游公司 啊对 然后呢 然后他价钱很高 30千 哇很高哦 啊很高 然后呃 他是要我们过去台湾 他要我们去四天三夜 他们会帮我们飞机票跟住宿 OK啊可以啊可以啊 啊然后他们 跟沙子都有去吗 啊对 OK 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然后我们自己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自己需要拍什么呢 我们不需要做什么 我们不需要做posting 但是你要拍 你要拍vlog的话你是可以拍啦 哦对啊 我们可以就是带我们自己上去 然后我们 再遇到我们自己想拍什么啦 嗯对也是可以 可是呃 呃他有一个很奇葩的要求 啊什么奇葩的要求 他就是讲 因为四天三夜的拍摄嘛 有其中一个环节 他是需要我们穿泳装 哦呃他要的泳装要很性感的吗 还是只要泳装就可以了 就呃女的要比基尼 然后男的只是穿泳裤这样子哦 哦哎呦可是我的身材不是很丁耶 最近知道有点飞耶 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重点是 他要我们穿泳装不用紧哦 他要我们穿着泳装逛 呃台湾的夜市 蛤啊 啊这样子啊 就是我可能做不到哦 我没有这样的胆哦 哦所以我 所以我是在犹豫着啦 就是因为价钱其实很高嘛 价钱真的是很高啦 对 可是我 我觉得男生可以 就是Brizen你啊 还有大人都可以 只是女孩子会比较难耶 比较如果我穿普通的衣装 不用迪基尼我还ok啦 迪基尼真的比较难哦 因为比基尼就像那里那样耶 ok so 呃你知道几时出发吗 他的日期是在 6月 因为今天星期一嘛 啊 他是在星期六晚上8点 在阿元的频道 星期六晚上8点 ok 在阿元的频道 所以你get down好啦 你stun了 你stun了几秒 是不是开心了一下叻 我还开心了一下叻 我还在想 欸你要帮我问啊 我还很开心 我还在想 欸你要帮我问啊 我还很开心 我还在想 ok啊有衣装可以了 不要比基尼咯 哇啦 欸不错耶 你至少 你至少 你至少还不会因为钱哦 直接on我 没有啦 因为 因为我很肥嘛 因为我穿 我很肥 欸如果身材好我就想叻 你有很肥吗 对啊我肚囊很大啦 哇老 我刚才prack了很多了 我现在要call Bryson 真的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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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再约你喝茶 好 再喝再喝 拜拜 现在剩下Bryson 还有Findy 这两个是 最少会接电话的人 所以我觉得 打给他们 真的是需要一段 漫长的衰语 我打给Findy看 Findy用 我觉得 他应该不会 听电话啦 哇 他直接卡电话 直接卡电话 我再call 都会是Bryson 不要睡午觉咯 起来咯 Hello The person you called is unavailable ok Bryson刚刚 reply我 WhatsApp了 ok我现在call他 Bryson 每次prank人 我要想一下 比较不一样的prank ok 我就跟他讲 台湾的恐怖节目 这次应该 一定听电话 有 Hello Hello 你在睡午觉上啊 啊 你真的在睡午觉啊 真的 哦 我有一个广告 在6月 台湾的 台湾的 一个节目来的 6月不结束了咩 哦 你发梦是吗 要开始了 刚好遇到你学校假期 你学校假期两个礼拜不是 应该是 就是在那两个 所以应该是你 有没有读书的 你放多了假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他是一个台湾的节目 他需要找我们 马来西亚的youtuber 跟台湾的youtuber 一起合作 拍一个节目 他们会有节目主拍我们 他们是一个 讲讲 灵异节目 灵异节目啊 对 因为鬼节要到了嘛 所以他们应该是 开始 应该是开始筹备啊 但是价钱不错啦 30千 一个人30千 对 哇 然后他要 他会把我们飞去台湾 飞机票来回 然后会把我们在那边住 的住宿 但是吃 吃喝那些我们要自己啊 有谁啊 目前是 大神咯 YBB咯 然后还有谁啊 还有一个是谁啊 啊 Findi 哦 在台湾咧 台湾那一边 我不知道有谁 我不是很清楚 我知道有其中一个是 是 叫什么名啊 那个 我忘记 我忘记他跟我讲的是谁了 蛮 很出名的 很出名的 哦 去那些鬼屋拍是吗 啊对 他们会去一个 台湾很 他是跟我讲很著名的一个鬼屋 可是哦 有一点 我觉得你是需要跟你家人讲一声啊 需要顾虑一下 因为他去鬼屋嘛 啊 然后怕会触犯那些经济啊 哦 嗯 所以我就是怕这一点啊 而且 我去台湾 我没有办法 我的父母放心 没有 因为我 我这样小 然后你知道几时去吗 我不知道 在 今天星期一吗 嗯嗯 在这个星期六晚上八点 阿元的YouTube Channel 哦 啊对 这个 哦 OK 啊 嗯 嗯 OK啊 OK啊 我再跟 我跟我讲一下 你认真啊 蛤 你有听到我刚才讲什么吗 这样 哦 哦 哦 哇 你有没有这样迟钝啊 OK 我很奇怪 不是奇怪 你听了这一波 你要讲什么 我过我父母讲一下 我傻眼哦 我刚 我刚摄影 我整个人 还没有醒啊 你很疯了哦 你真的 你要拍影片啊 Oh my god 是哦 我在拍影片哦 你要不要说哈喽 哈喽 OK 不要 讲办 很尴尬 很尴尬 好 不要再讲哦 拜拜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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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生最后一个 Findy Young 但是我觉得他 很少会接电话 不用紧我call 如果他没有听的话 我们就影片到这边结束了咯 我希望他是我最后一个可以prank到的人 说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你可以在下面点个喜欢 还没有订阅我这个频道的 记得点订阅按钮 点下去 然后旁边有一个小铃铛 打开它 这样的话我每次一uproot video 你就会收到新影片的通知啦 所以就是这样 拜拜 我们下集 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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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